好继续看到这样的画面 孕妇过马路差一点被转弯车撞上 这是一名怀孕八个月的孕妇出门买东西 行经台北市闻山区的一处路口时 绿灯走在斑马线上 结果叫车驾驶左转过来没礼让 差一点把孕妇撞飞 驾驶身车没看到人 让孕妇气得只好报警 但警方提供的监视器只给看 不让他当证据 孕妇找上议员澄清后 等到拿到画面已经是一个月后 根本过了七天的检举时效 趁着伞挺着大肚子 孕妇走在斑马线上 左边快速冲来一辆轿车 似乎不想离让 孕妇一看简直吓傻赶紧跳开 真的是吓出一身冷汗 这名怀孕八个月的孕妇 当时要去买东西 绿灯走斑马线过马路 轿车左转没减速也没离让 险些撞上去 没想到驾驶却说 因为根本没看到 行人本来就要先让 不管有没有法规的状况 不管对方是谁 就是遇到路人 而且是在绿灯的状况相该有提 驾驶声称没看到 让孕妇气得报警 但警方的监视器只给看 无法当证据 孕妇找议员陈晴 等拿到手已经是一个月后 过了七天检举时效 我知道可以检举 但我不知道时效就有七天 为理要先行之行为 得以违规七日内检举 违规证据 向公路主管机关 或警察机关检举 行人地域在线 差点撞伤孕妇 好在她平安无事 否则不是一句没看见 就能了事 记者梁家友杨文豪 台北采访报道